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副首长兼沙灾纳管理委员会主席拿督阿玛道格拉斯表示 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计划也包括外籍人士 以及合法或非法外籍劳工 他指出 如果非法劳工没有接种疫苗 那未来也将成为一种隐患 因此 针对相关事宜 沙灾纳管理委员会将进行策划 并与公共卫生专家拿督安德鲁为首的沙疫苗资讯小组 展开相关的讨论 他指出 资讯小组将针对疫苗的详情与资料 与其他的专家团队进行会谈 而他们也将会解释疫苗的功效 道格拉斯表示 沙灾纳比起其他州属 提早一个月公布沙灾纳的疫苗大蓝图计划 他们在境内各地制放广告牌 呼吁民众前往接种疫苗 截至目前为止 沙灾纳已经顺利未遇 一万三千名前线人员接种疫苗 并因此得到了国家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的赞扬 美利市政局宣布 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的个人罚款 将提高到一千五百令吉 并且立即实行 美利市政局发出文告表示 该局已经接获沙灾纳政府的授权指令 将针对违反标准作业程序者征收一千五百令吉的罚单 美利市政局呼吁民众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时刻保持安全卫生习惯 例如 常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以及戴口罩 此外 商家们则必须确保顾客在进入商店之前 都有测量体温 使用麦斯加特拉登记 以及收录顾客资料 商家们也受处必须在日常营业中 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为了避免拥挤情况及缩减等候时间 美利杜当准老所将于本月15号起 使用线上预约的系统 让民众通过在线的方式 预约时间前往看诊 有关系统可以通过应用程式BookDoc下载使用 或通过游览互联网 PWBookDoc.com进行在线预约 有关系统可使用的服务包括线上预约 轻微病状看诊 门诊病人 健康检查 重新预约时间 咳嗽 伤风 感冒 以及普通看诊服务 至于病重患者或之前已有预约的 母子诊疗部的病例 以及较为紧急的病例 只是已经通过正式预约 因此无需再使用在线预约 这项系统的推出 也是为了确保可帮助减轻诊所人潮拥挤的情况 并且让人们可以保持人生距离 以帮助阻断冠病感染链 除了可以24小时预约看诊以外 有关系统也将帮助缩减人们在诊所的等候时间 人们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空闲时间预约前往看诊 此外 有关BOOTALK应用程序 可通过Google Play Store或Apple App Store下载及使用 政府同意将社区药剂师列入第二类别 这就意味着药剂师列为符合资格 接受首批疫苗接种的前线人员 第二类别代表那些从事卫生领域 国防领域 保安领域及重要服务领域的前线人员 这项决定是在冠病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会议中所做出的决策 卫生部长拿都斯里阿汉巴巴表示 有关会议中该不同意大马药剂师协会 及大马社区药剂航公会早前提出的要求 也就是将社区药剂师列为获种接种疫苗的前线人员 随着这项决定意味着全国约有4000名社区药剂师将受惠 列为首批疫苗接种者 现在来关注沙拉约的冠病疫情 今天新增173宗确诊病例 当中已失误 依然作为严重 占71宗 接着为梅里19宗 明都鲁16宗 古晋15宗 马拉端10宗 西连9宗 如楼7宗 加伯及丹伦马尼各5宗 牧中3宗 苏比士 布拉贾 斯里阿曼和牧交 各2宗 以及沙马拉罕 达勒和斯里街各1宗 这让肿累疾病例增加到120051宗 今天再新增3个活跃橄榄群 分别是斯里阿曼的海纯街橄榄群 马拉端的布洛巴西橄榄群和梅里的史纳橄榄群 目前全下共有29个活跃橄榄群 欢迎回来 一艘鱼船在甘榜瓜拉马都海域一带 不幸沉没 属性船上两名船员成功被附近的渔民救起 这两人分别是28岁的莫达达哈里 和38岁的马兹兰巴基 第四区失误区消防疫拯救分局局长张刚慕林表示 该局势在今天早上11点45分左右接获求救电话 并迅速从消整局达罗分局派出6名消整人员改晚现场 展开搜救工作 搜救行动指挥官报告称 一艘传统渔船在距离瓜拉双西部都码头 大约2公里以外的海域沉没 据悉 沉船事故的叫鹰式渔船转上木头 造成部分船身破损而最终沉没 消防队伍税后也确定两名传言平安或就上岸 任何人被发现制作发布或散播关于冠病或紧急状态的不实消息 可被罚款最高10万令吉 或被判坐牢不超过3年或两者监失 而有关法令今天起开始生效 任何人若被定罪后依然继续重犯 则可被罚款每日不超过1000令吉 政府已经通过宪报颁布2021年紧急基本权利二法令 研打假新闻并从今日开始生效 有关法令是由最高元首根据联邦宪法第152B条文所设立的法令 根据宪报 对假新闻的定义是任何与新冠肺炎或紧急状态有关的虚假消息 无论是部分或全部错误的新闻 资讯、数据、报告也包括视讯、音频或其他任何能传递文字或消息的各种媒介 根据法令第四条文 任何人制作、提供、发布假消息或是含有假新闻的出版物都属犯罪 为了更有效服务人民 贸销局西联和牧中分局在去年8月1号正式投入运作 正因为这民众如果遇到商家随意涨价 想申请和更新各项准证都可以到分局处理 拿督斯里亚历山大表示 去年他到访西联的时候 西联打B路州议员拿督阿玛麦克玛因曾经向他提起 基于西联现在正蓬勃发展 加上地理位置加可以衔接古境和其他省份 如今已经成了商业区 因此贸销局在视察和评估后 决定在西联成立贸销局西联分局 并于去年8月1号正式运作 目前该分局只有五位执法人员 但不排除以后若有需要会再增加人手 民众如果有任何的投诉 可以亲自到分局举报 又或者是通过线上举报 执法人员就会在14天内进行调查 此外这分局也提供申请和更新各项准证服务 而除了西联分局之外 另一间位于墓中的分局也同样在去年8月正式投入运作 亚历山大指出 成立分局其实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有些地方会出现抢购潮 或者是有不良商家趁机坐地起驾 因此这分局就可以让民众有个投诉的管道 来跟进全球的冠病疫情进展 根据约翰霍普钦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确诊感染人数累计超过1.18亿人 全球死亡人数累计超过260多万人 而美国依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52万9263人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美国政府将在购买1亿剂强生公司 所生产的单机疫苗 以使美国的疫苗供应足够全美人口接种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发文告表示 从4月1号开始 国内旅客从一个州或其他美国领土进入纽约后 将不再需要隔离 但国际旅客仍被要求隔离检测 瑞典王室星期四发出声明表示 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丹尼尔亲王的 冠病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们已经进行了隔离 文告表示 女王储夫妇在10号出现感冒症状后 就一直处在隔离中 目前两人表现出较轻的流感症状 精神状态良好 按照软易死亡占人口比例 捷克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每10万人就有211人病死 接下来就是比利时193人 斯洛维尼亚188人 英国184人 以及孟特内哥罗则有174人 在丹麦 因为有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而出现严重凝血症状并死亡 当地宣布停用后 挪威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意大利和奥地利 也宣布停用该款疫苗 欧洲药物管理局表示 根据现有资讯 接种疫苗人士出现血栓塞的比例 并不高于一般民众 英国政府也强调疫苗安全有效 坚持继续接种工作 与此同时 澳洲表示 基于没有证据显示阿斯利康疫苗 与新层血栓之间的存在关联 因此也打算继续使用 另一方面 至今韩国约50万人接种冠病疫苗 韩国政府宣布决定 扩大英国药厂阿斯利康 与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 适合接种年龄为65岁以上人士 代表世界各地护士协会的 国际护士理事会表示 至今已经有至少3000名护士 因为冠病而死亡 与此同时 他们表示 因冠病疫情而受精神创伤的 医护人员李志潮迫在眉睫 李志潮指出 目前已经知道 因冠病死亡的护士人数 只是从60个国家的总会 可能严重低估了完整的人数 以上是这一节的热报 我是小元 感谢收看 不要忘了也继续浏览 TBS YouTube频道和TBS脸书 观赏每一节热报到重播 愿大家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